女孩把丈夫的手伸进自己的衣服 流着泪说道 丈夫得了抑郁症 一种不可怕却很危险的疾病 她只能用这种方法唤醒丈夫最基础的欲望 压力大容易移谋 做什么事都没有兴趣 有这种感觉的人 强烈建议看一看这部电影 作为了解也作为预防 高级干男一直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 每天吃什么乳酪 都安排着妥当 领带也是按照五星属性去穿戴的 家里养着一只名叫Eco的蜥蜴 还养着一个可爱懒散的漫画家妻子 生活看似平静而无忧 但一切的发生都是从内履 撬起了头发开始的 生活认真的高级 要在平时是绝不允许这种瑕疵发生的 可阴郁的心情 有时就像那倔强的头发一样 很难抹平 出了门 高级忽然看到垃圾出了神 因为是垃圾嘛 妻子回答 高级正正的不说话 转身走到街巷 机械的上班去 小青闲着在家 高级则挤成肉饼 去城中心上班 这种能把人挤怀孕的列车 不知有多少人乘坐过 小青在家打扫卫生 顺带动下一股 高级则在公司里忙得焦头烂额 这天外国老板还收到一封投诉信 是专门制顿高级的 高级心的投诉的电话 眼睛却盯着信件上的一个字 他姓氏的写法是T字搞 不是口子搞 他很认真地跟正在发脾气的顾客 纠正这个问题 他觉得这件事 比顾客的投诉更加重要 工作不顺利 高级就忍不住想 或许有一天 自己也会和垃圾一样 变成没用的东西吧 这种比较忧郁的想法 在他脑海里第一次出现 可见念的 这些低沉的情绪 就遍布着他的生活 晚上小青做了丰盛的晚饭 高级依然没有食欲 早早洗澡睡下 小青看到老公这个样子 第一次发出疑问 这个电影有点慢 这种吸引的情感 不会一下爆发出来 他只会慢慢地沁透进来 然后营绕你的全身 第二天一大早 高级举着餐刀 忽然望你如何做便当了 他俯身到小青的面前 低声求助 高级觉得头好痛 看到刀尖 说了一句 小青赶紧夺下餐刀 是不是生病了 工作太忙 累到了 可高级还想着上班 生病了 也不能请假的呀 小青再三嘱托 高级才终于去了医院 到了这里 医生笑着告诉他 你得了抑郁症 什么叫抑郁症 这给大家了解一下 抑郁一般是指心情 处于低沉的状态 一直没办法走出来 头痛 背痛 恶心 失眠疲倦 患得患失 都是抑郁症的症状 抑郁症也叫做心理上的感冒 吃药只是辅助 想要改善状态 大概需要半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听了这些话 高级更加焦虑了 拿药的时候 还有个陌生患者提示他 吃那些药都没用 最好用的就是安眠导入剂 小青知道后 开始在网上搜集相关资料 他回家你自己的漫画笔记 近些天老公确实有很多问题 忽然对美食失去了兴趣 又忽然说自己的背好痛 晚上开始打呼 憨声如雷 小青主动过来送温暖 高级对那事也起不起兴趣 好像一切都很平常 又好像一切都不正常 小青打电话给自己的妈妈 问知不知道抑郁症 母亲安慰她 不要太担心 放松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可转头又传着了一大份菜单过来 说着吃蔬菜 可以缓解抑郁症 小青便买了两大豆蔬菜回来 半路遇到一位小店的老人 我一直认为这老人的生活状态 就是抑郁症的最佳解药 晚上吃饭 高级对小青的漫画视野 说了一句评价 就被小青气哄哄的怼了回来 可刚说完小青就后悔了 她劝导丈夫请假放松放松 可公司本来就在裁人 请假了又会增加其他同事的负担 要不要请假 请假了又如何去跟部长去说 再次去上班 高级在列车前交易了好久 她忽然感到一阵恶心 跑到厕所内一阵干呕 最后她终于鼓动勇气 跟部长说出自己的病情 可部长根本不在意 大家都这么忙 差不多都快抑郁了 最后反而把那些被裁员的工作的份 都夹在她身上 高级有点受不了了 她站在高楼往下看 小青在老人的古玩店里 得到一个十代久远的入柜水花瓶 老人的一句话 典型了小青 没有碎掉 就这个玻璃瓶的价值所在 晚上高级回来 依然是萎靡不振 小青把那句真谛传递给丈夫 然后特别认真的 说了一句既生冷 又无比感人的话 在一个早晨 小青送别高气 临走时检查发型 又再次加油打气 高气到公司递交了自己的辞呈 可部长却变相延长了她的请求 那一页 高气写了丝 丝了丝 最后拿尺子一格一格的 做上记号 才终于把辞职信写完 这点小事 基本就已经耗费了 她的所有的精力 可部长还是不肯放过她 起码也得等到 把工作交接完再走 小青一直给一家 漫画杂志投稿 可结果总是不如人意 她也没有自信 把漫画画好 小青和高气 是性格极其相反的一个人 思想极度消极 还很懒 唯一喜欢的事情 就是画漫画 在高中毕业后 小青就去参加了 东京绘画学校 可在那儿学生 都十分的优秀 小青备受打击 可有一个人总说 她有着与众不同的漫画天赋 那个人 就是她的老公 等到她毕业了 漫画不能够维持她的生计 高气就对她说 这就是高气当时的求婚宣言 她一直被老公保护着 被一顾治愈着 现在也该反过来 治愈老公了 小青心心心查看书籍 找来高气爱吃的食物 可当高气终于有胃口 搅动刺鼻的纳豆后 小青又忍不住我的鼻子说道 高气刚高兴一点的情绪 又恢复到了小青意义 在上班 高气故意避开那个不会先生 只做一些简单的杂物工作 两周之后 高气明显感觉到 心情舒畅了很多 小青也以为她已经好了 两人忍不住相拥在一起 可到了医院 医生却告诉她 这个病会像百中一样 是好是坏 医生劝她去写日记 劝导她要接受自己 得了医症这个事实 这个方法很有效 高气索气的日记 在之后起了大作用 一听说自己的病情还没好 高气又变得抑郁寡欢 她让小青可以离自己远一点 按照自己的节奏来生活 如果一直陪着抑郁的自己 妻子也会变得抑郁的 小青微笑着 偷偷擦了一下泪水 有一个抑郁的丈夫 小青的压力也挺大的 这天是高气离之前的最后一天 小青陪着一起 承择那五年来 丈夫每一天都乘坐的拥挤列车 小青忍不住感慨 那我们有一个人今次不游戏 很甜心的 我们正不游戏 这段时间的时候 离在 Somebody 你真的不游戏? 对 多年来高琪默默背负着艰难 没有向任何人诉说 亲近的人忽然理解了自己这份艰难 深藏的委屈 一时找到了宣泄口 就怎么指也指不住 今天上班高琪精神不错 竟然主动接听了不会先生的电话 小琪去会见自己的老朋友 后来却告诉小琪 她和老公离婚了 那是跟他们同一时间 在同一个教堂结婚的夫妻 现在分开了 让小琪也忍不住联想到自己和高琪 这一天高琪彻底离开了公司 悠扬的音乐 懒散的蜥蜴和湿润的空气 高琪没了工作 压力变小了很多 可头上那缕头发还在高高的翘着 忽然天空飘起了雪花 高琪撑开双手 原地旋转 她祈求世界可以停下来 电车停下来 希望一切都可以停下来 小琪刚接听完母亲的电话 看着丈夫眼中含泪 如果这样持续休息下去 病情应该会好转的吧 这里有一个差诀 回答了上面的那个问题 小琪的父母经营一家理发店 一个精神小伙来到店里忍不住感慨 她小时候在这理发的时候 经常盯着天花板的一块污渍 想想就好怀念 她叫俊夫 也是因为得了抑郁症 辞了东京的工作回到乡下 不过看样子恢复的不错 记住这个俊夫 她其实就是高琪的另一个结局 高琪开始连续了失眠 失眠这两个字听上去简单 但经历的时候 真是一种煎熬 高琪也不愿意大白天睡觉 她觉得那样太对不起社会了 小琪就滚到地毯上 要高琪如何懒洋洋的躺在家里 高琪躺下了 却像个尸体一样的僵硬 她脑子里止不住的消极 觉得自己没有人要了 做人还不如做蜥蜴 做个冷血动物就不会这么煎熬了 小琪就把丈夫的手揣到自己的胸前 温柔地说道 可是更加深沉的情绪袭来 高琪觉得对不起社会 更对不起一股 连小琪的漫画迈不出去 都是她的错 这样子不是办法 小琪便请来了高琪的哥哥 想要哥哥来开导开导她 可是这修囊来了就是一副教育人的态度 结果就是让高琪认为自己更加的没用 这样持续了很多天之后 高琪开始变得实睡 一天到晚的睡 虽然不太正常 但总比情绪失控要好得多 高琪辞职 家里没有收入 卡上的余额已经明显不足 有同学邀请小琪去参加个人漫展 可看着光鲜亮丽的对方 小琪始终没能过去打招呼 回来看到仍然躺在床上的丈夫 两人联系着相容睡在一起 看着小琪的漫画日记 时间差不多已经过去两个多月了 镜头一转 是小琪父母的理发店内 他们握着手里的照片 嘴里嘟囔着 那个叫俊夫的孩子 前段时间还来店里理发的 那天他看着天花板的污渍 傻傻的赤笑 他明明看上去很开朗的 却钻了牛角尖 说自己是不被需要的人 抑郁症好了一半 才是最危险的 而高琪现在就这种状态 他现在看上去心情不错 却依旧不愿意出门 小琪让他尝试做一下 可以让自己快乐的事情 高琪第一个想到的就是 做饭 可当他上手之后 却怎么也尝不出味道 他现在连自己最拿手的做饭 都不会了 悲伤的情绪 再次涌上心头 哭得像个孩子 电影的好多片段都看上去很丧 可前面有多丧 后面就有多治愈 小琪的母亲过来 主作女儿要好好地照看丈夫 病好到一半 也会有很多危险的念头 小琪明白母亲的意思 她现在比之前成熟了许多 她认为 要多想想丈夫得抑郁症的意义 而不是去寻找得这种病的原因 母亲看着曾经天真懒散的女儿 欣慰地摸着额头 不经意间 母亲发现了节目块 那是蜥蜴的门牌上 少在一块 老朋友再次找到小琪 诉说离婚后的苦恼 小琪就用自己的经历劝导对方 生活也不一定非要那么努力的 可是不努力 有时候真的生活不下去 小琪再次主动找到漫画杂志社 请求编辑能给她画插画的工作机会 对方还想托词拒绝 小琪则直接脱口而出 编辑辗转把小琪 介绍给自己的前任上司 巧的是这人之前也得过抑郁症 之前的漫画界竞争压力太大了 现在虽然恢复了 但也只能做一些实用的书籍 她给小琪一个工作 在各个章节的前后画上插画 这是一种非常小众的自我治愈的书籍 志现觉得没人看 得了病才知道 这种书实际上也帮助了很多人 回来后 小琪主动跟丈夫诉说今天的感受 志现对于抑郁症的偏见和误会 让她没法向外人开口 今天她终于说了出来 却觉得很高兴 自己接受了这个事实 这个事也让自己变得更加坚强 高琪欣慰地看着小琪 轻声说了一句 谢谢 转眼到了五月 高琪外出的时候遇到老同事 听说之前的公司被解散了 记忆的竞争 让那么大的公司也难逃生死 小琪正在忙着赶最后的插画 高琪忽然发现 封面上的高子印错了 她很纠结这个问题 想要小琪立马解决 可后者哪有心思去管这件小事 高琪越说越认真 说小琪现在不打电话 肯定会忘记的 小琪已经超级无耐烦 那你自己打不就好了 打电话 这可是高琪现在的软肋 高琪一开始没有任何情绪 默默地把毛巾拿进浴室 这本是一件很小的争吵 可在高琪的脑子里 却像被轰炸的一样烦乱 她拿了凉水浇住自己 然后一个人坐在那里哭泣 小琪终于画好了插画 她这才听见徐坚里的声音 衣骨好像有朦胧预感 从远处爬到门前 一动不动 等小琪从客房赶过来 高琪营用毛巾 挂住了自己的脖子 一时间 高琪觉得小琪离自己好远好远 被人遗弃 被人嫌弃的心情 充满全身 基本上流发住自己的脖子 倒变你 说必要是ą permis 虫衣服 自然是否有欢迎 那一页漫画日记本上 小行写满了对不起 之后高齐想通一件事 他之前都是想为了担心他的妻子 才想治好病 而现在他只想为了自己治好病 不是为了别人 小行拿了插画来交稿 前辈很满意 他更希望小行能在自己的漫画事业上 有所突破 可小行却怎么也没法画出 读者所喜欢的漫画 这里前辈有一句话 开导了小行 也典型了我 作家さんが本当に描きたいものを 描けばいいんですよ 所以之前的编辑拒绝了小行 是因为无法感受到小行 对漫画的热情 在这样繁杂的世界 能够保持自己原本的喜爱 可真是件难事啊 小行只是尝试着 把一股和老公做成了素材 编辑看到漫画 一眼就看中了画中的真情 跟他约定 下个月就开始连载吧 这可把小行给激动坏了 连续的音乐 让高清觉得体罚无力 小行也把这事记录下来 行与交替 就如人生悲喜 8月 抑郁症已经持续了半年多 还好 人凭健在 第一次 高清想要主动去参加 结婚童装会 那是他们同一天 在同一个教堂 结婚的夫妻聚会 可在半路 他就紧张到喘不过气来 最终 他们还是来到 那个曾经的教堂 他们彼此分享婚后的生活 互相倾诉彼此的经历 高清第二次 在外人面前 承认自己患上了抑郁症 这一年他真的过得很艰难 还好有小清 说到这里 高清忍不住 激动的落泪 上一次是在列车上 小清理解了丈夫的不义 这一次是在教堂内 高清到处对妻子的感激 这一年的磨难 让他们苦不堪言 也让他们对夫妻这个词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结婚时的誓言 不仅仅只是一段 照本宣读的话 而是亲头生活的 有力量的僵持 同章会结束后 小清突发奇想 想要写本书 一本关于老公 关于医症的漫画书 高清也拿出 自己秘密偷写的日记 来支持小清 他交出本子之后 就赶紧转身出门 小清打开笔记本 上面是满满的低沉 满满的回忆 有对细小事物的观察 也有对自我状态的觉醒和反思 里面也有对小清最真情的话 5月18日水曜日 春さん 今日は心配かけてごめんね 大切なものって いつも近くにあって 変わらないのに 時々どこにあるのか 分からなくなってしまう よく見れば 手の届くところにあるのに 失くしてしまったと 勝手に思ってしまう 僕にはあなたがいる すぐ隣にあなたがいる そのことに今日を気づいた 春さん 本当にありがとう いつか今日のことを 笑って話せるようになりたい 在日记里 高杞也一直想要向岳母来道谢 可又不敢打电话 今天他终于重新打开手机 拨通了岳母的电话 道出那声很普通 又很有勇气的感谢 小秦重新翻阅了 自己的漫画日记 或是那些画像 欲燃生空 是小秦的灵感 也是他们夫妻的酬序 抑郁的情绪 应该就可以就此 燕消云散吧 有些时日过去 高杞高兴的奔跑回家 医生说他不用再吃药了 虽然不代表疾病就此痊愈 但也算是一个 很大的进步了 小秦的漫画书 也终于出版 两人高兴的欢呼雀跃 小秦也如愿 成立的只有自己的工作室 漫画书一出版 就有很多读者发来邮件 其中有一封是 建议高琪去进行现场演讲 高杞现在很愿意 接受这样的挑战 高杞经历了身体 与心灵上的双重生死 他认为 无论是任何人 任何时候 都应该以最真实的自己 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演讲完毕 便是问答环节 忽然一位中间男人站起来 高杞一听到声音就知道 原来他就是一直 往公司打电话投诉的 不会先生 他欠条条来到现场 就是为了给高杞夫妇 说一声谢谢 谢谢他们 为了那么一小众人群 出了这本书 他曾经也是一名 受到医疹干扰的患者呀 再次回到小院子里 他们仰面笑谈 之后还会继续 和这个外星的感冒 打交道的 可是 再黑的夜 都会迎来黎明 就算晴空突然转阴 也远比黑夜更加明亮 自此 电影结束 这电影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了 可依然不知道如何评价 因为前段时间 自己也有点这方面的征兆 那种心里时时刻刻 都有底道的感觉 没法言说 就好像是灵魂被绊了一脚 却忽然忘记了 怎么站起来 稿子写不出 满屏的营销视频 打乱自己的初心 我曾经说 我好像变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 不如整个行业一起毁灭 这样就不用那么累了 结果被指责 不传递正能量 被行业里的朋友拉黑 关注我最早的朋友 应该有了解 我的文案是有幽默的一面的 可现在 我好像丧失这种写剧功能 然而 曾经的我是我 现在的我也是我 和电影的高期一样 接受自己的改变 也是对自己 和世界的一种和解 最近自己有一种觉悟啊 任何事情 都不要往深的去想 该写稿去写稿 该生活去生活 凡事不要去问为什么 减少胡思乱想的时间 脑海中的焦虑 就会少上许多 这部电影很好看 但是讲出来 就缺少那种缓慢的情绪 大概率不会被很多人看到 可是讲出来 也是为了那一小众人 希望你们也能看到这部电影 减少一些 或忧郁 或焦虑的心情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